現年二十二歲的臺灣網球好手李佩琪 在臺速被網球賽女子單打一路過關 整將 決賽碰頭日本好手加智瑶 李佩琪開賽瞎著地主優勢 率先取得三比零領先 沒想到接下來出現亂流 連丟六局遭到逆轉 第二局又遭破發逼出賽末點 但是關鍵時刻 臺灣好手展現任性 不但化解危機 還連下四局頒平戰局 決勝節延續氣勢 率先兩度破發立於不敗 並在第八局把比賽帶到冠軍點 幾波底線來回後 迫使對手回球過往 李佩琪興奮正臂怒吼 敖戰將近三個小時 總算三比六 七比五 六比二 以二比一的盤數 奪下睽違兩年的單打冠軍 我覺得蠻幸運 因為他自己打不順 然後我只是說 就是找機會等待他自己出現 失誤出現狀況的時候 然後再逆轉他 發球局連兩顆就也沒有進這樣子 然後我就就很輕鬆就破他發球 然後他就有點崩潰 所以他後面那一局我也保得很輕鬆 比賽場地台北網球中心艷陽高照 李佩琪頂著超過三十五度高溫 從早上十點打到接近一點的時間 整個禮拜賽試下來 全身皮膚也都黑了一層 炎熱天氣對身心都是極大考驗 台灣很熱嘛 然後 但是其實我覺得我熱他也熱啊 對 大家都一樣累啊 就是我打一打會很煩躁 然後可是後面還好 就是說我的心態有回來 就是一局輸了就算了 然後就下一局再回來這樣就好了 頒獎年底現場 李佩琪高舉得來不易的冠軍獎盃 也希望把今天逆轉勝的感覺牢牢記在心裡 接下來繼續以堅強意志征戰世界各地賽場 未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